去年11月中花莲市美轮华西多栋铁皮屋烧会 其中一户林姓祖孙住家全会 花莲县妇女成长协会除了率先捐助极难救助金 也持续关心祖孙的居住问题 并连结了台湾新义工团 将在5月份帮林姓阿嬷在原地重建家园 妇女成长协会也在募集8万元的临时电表 十周费用以及5000元的生活费 让林姓阿嬷直呼好感谢 去年11月中花莲市美轮华西的多栋铁皮屋被烧毁 其中一户林姓祖孙住家全会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除了率先捐助极难救助金 也持续关心祖孙的居住问题 同时连结了台湾新义工团 要在5月份帮林姓阿嬷在原地重建家园 而协会也在募集了8万元临时电表试做费用 还有5000块钱的生活费 我们这个讯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是柯伯扬先生 他连结了台湾新义工团 就是他们是全台湾帮弱势家庭修缮的义工团队 那他们在不久前整个礼监市会开会通过 就同意帮他们原址原地重建 所以阿嬷不用负担任何费用 他们大概5月份就会来帮他们盖 那因为在这个新建之前要申请临时用电 这个是陈族人要自己去处理的 那这个估计是要8万元 阿嬷说包含这个押金 电表的押金还有施工的工程费用 阿嬷说没有钱 那他告诉我 所以我把这个讯息 再告诉周边的好友 还有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捐助8万元 先帮他协助可以申请临时店 那协会也再捐助5000块 给阿嬷的生活费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8万5000元的捐款 从一夜二火失去家园 到现在将有新的房子可以安住 林迅阿嬷脸上的眉头松了许多 他也直说感谢大家 我心情有较好 听他去那里 那里 张小姐说要去帮我们帮忙 我心情有较好 帮他紧张 不然也不吃也不睡 对啊 还有田小姐那两个都帮忙 心情有较好 对 她好一点点 她吃得多一点点 本来是想说连大都没有 对啊 慢慢地可以去 可以来处理 你这个过程你感觉如何 感觉他们帮忙 我感觉很高兴 这样啦 对啦 没人家没人家 没人家 目前林姓阿嬷就读花莲高农的孙子 即将要毕业了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在这段期间也不断鼓励她 要持续上进 最重要的是 要把失与受的正确价值观 铭记在心中 未来找到一份好工作 也要孝顺阿嬷 更别忘了众人的关心和关怀 也希望她往后的人生可以培养出回馈和贡献社会的能力 这里会欢视报道